有華府官員跟美軍的高階將領 研判 中國有可能在二零二七武力犯臺 前參謀總長李啟明就表示 應該要嚴肅地看待這個時間點 提早準備 把資源投進去 不對稱戰力的武器 才能夠在短時間之內強化戰力 另外他說大家也在烏二戰爭當中 看到了抗敵意志的重要 認為臺灣可以成立國土防衛部隊 不只能夠成為社會接任的力量 更可以讓共軍難以擬定對台作戰計畫 中國解放軍八月在臺灣周邊海空域演習 台海區域安全再次受到全球關注 加上不少華府官員和美軍高階將領都研判 共軍有可能會在二零二七年武力犯臺 我們最好還是要嚴肅地看待這個時間點 你越早準備好 那時間對你來說就沒那麼重要 你不能說他研判二零三二年才會來 你就慢慢準備吧 等到我們二零三二年準備好 那他如果不是那時候來了 他提早來了 接受媒體專訪 前參謀總長李喜民強調 要在短期內強化戰力 就必須將資源投入不對稱戰力的武器 從烏二戰爭以小博大的例子 也可以看到抗敵意志的重要性 李喜民也認為強化抗敵意志可以從成立國土防衛部隊開始成為社會堅韌的力量 你如果願意志願是來參加這個 然後我政府就購買裝具一些不對稱的這種小武器 除了面對正規軍隊以外 你還要面對到處都有的這些民兵國土防衛部隊 你說他的作戰計畫難不難你 他敢不敢這麼做 李喜民也和外交部長吳昭謝 撞獲台灣聯盟創辦人吳怡農等人登上美國CBS新聞探討台灣安全議題 即使卸下軍服已經三年多 台灣該如何面對中國的武力威脅 李喜民始終念資在資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